瓶子为什么会如此受欢迎 可能是因为他足够叛逆 在第一次出现时 他的标签就是B 从名字到招式 从武器到队伍 搜的属性都是逆属性 这也是他独有的特点 而他也是个不错的好队长 所以第二期 瓶子镇子 Hello各位 我是何欣 欢迎收看新一期人物志 这一期我们来全方面聊聊 瓶子镇子 包括他的性格 心理装扮设定人形 以及作者提供了他什么样的灵魂 如果大家喜欢 希望可以给点个三连以及关注 不过这样的视频都往往拥有 大量的个人理解 以及剧透 希望大家紧身观看 虽说在上一期就要说做瓶子 不过选择瓶子镇子肯定是必然的 毕竟在动画表现中 能够如此印象深刻的 已经很少了 因为这种角色 并不像博村一样内外皆一 内心是什么性格 所表现的就是什么姿态 而他平常表现出来的是 完事不公 说白了就是个老流嘛 其实心里像个明镜似的 比谁都看得清 虽宝对瓶子的构想非常棒 漫画第一章就有描述 而且透露在正式出现之前 叫做瓶子针刺 当作是一户的一名同学 就那种每个班对我的一个神经病角色 不过虽宝一直没有给瓶子想好身份 也就一直没有让他出场的机会 直到下一个篇章 才把瓶子画出来 瓶子换皮肤换的是相当前 有套是前期的校服装 在后期回归队长后又换成了死霸装 绝宝一直很喜欢把个人性格 直接表现在衣服上 瓶子也是这样 当队长时喜欢听爵士乐 爵士乐是19世期末 20世纪初的产物 那时候男性在装扮上都会喜欢 扎领带 穿马甲 包括爵士乐 爵士舞 其实都有保留这样的装扮 而瓶子在回归队长后 仔细看语之里面也做了类似的装扮 他第一次出现是109集 在经过摄文界篇章后 以后他们返回到了县市 而瓶子已经在县市等待他们很久了 操了一口关西枪 在夜晚站在电线杆子上 话说你们死神是不是都很爱站电线杆子 有没有想过电线杆子的感受 身为假面军团的核心人物 一直隐藏着超越队长级别的实力 玩世不公的臭大男子是他的外表 视一户为重要的伙伴 在一户与格林的桥队战中挺身而出 帮助一户与路西亚脱离危险 在与莱兰队战中 率领假面军团支援后厅13队 与莱兰展开了宿命的对决 雪阵时机更是多次帮助众人脱离危险 并且坚持到最后 一同踏上前往真世界城讨伐敌云的路 而在雪阵之后 为了解决刚迷带失贪 更是进行了万解 解决了无穷尽繁殖的虚 也终于满足了读者们的诉求 让大家看到瓶子的万解 这一切其实都还要从瓶子第一次当队长来说起 瓶子身为武藩队队长 而这次蓝染是五番队的副队长 虽心所欲的性格 让瓶子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很麻烦 蓝染却正好相反 面对任何事情都相对谨慎 这个时候队长的更迭更是比较频繁的 三番队队长退休 十二番队队长一周通声 进身为了零番队 十番队队长战死 所以队长的职位也就要尽快选拔出来 不过听到晋升两个词 蓝染倒是异常的激动 接替野周通声的新队长 是普远喜助 瓶子和一周通声 以及他的副队长日式里关系也非常不错 所以对于空降过来的新队长 老队员们当然是有多少的不满 瓶子专门过来鼓励了一下普远喜助 让他照着自己的方式去做 当然两个人都是聪明人 理解能力也相当迅速 不过对于这个新的十二番队队长 瓶子可能现在更在意的 是自己的副队长 蓝染总有介 为了坚持蓝染 也是让他与自己寸步不离的随行 这家伙狐狸到底卖的什么药 很快便会揭晓 就这样又过了几年的时间 雷昏杰突然传来了离奇死亡事件 十三队派出了九番队前去调查 这个时候队长还是全息 而在不久就传来了灵牙消失的消息 这对十三队来说是目前的大事件 所以总队长 派出了包括瓶子几位队长 白家鬼道众一同前往现场 过去后已经发现 全息与九南白已经虚化 而其实这都是蓝染的阴谋 瓶子被没有防备的偷袭了 并且因为过度兴奋而开始虚化 此时拥有意识的也仅有瓶子一人 他立马做出了决策 要让自己冷静下来 虚化的速度就会变慢 最后是瓶子的天赋 也或是瓶子一直积攒的经验 但是能够在逆风的情况下 还保持如此冷静的状态 与敌人对战 这是不可多得的 但是最终瓶子的身体 还是因为虚化被侵蚀了 凶手在自己面前 瓶子却什么也做不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颇言喜助赶了过来 蓝染撤退了 但是现在重点可并不在蓝染身上 颇言喜助为了救下瓶子等人 与丝风言一依 一同藏意在了现实 在普言喜助的帮助下 瓶子众人终于陆续恢复了自己的意识 因为虚化的特别原因 他们很意外性的学会了控制虚化 被蓝染伤害 才会从士魂界逃亡到现实 瓶子无法咽下这口气 他相信终有一天 会亲手打败蓝染 无论用任何方法 他带领众人 在现实成立了假面军团 他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击败蓝染 所以在现实和其他成员 开始了流浪生活 当然蓝染的事情 瓶子也会经常打听 直到知道了一名旅客 闯入了静明亭 瓶子知道蓝染可能要开始行动了 崩语再次现身 对于医护在士魂界所做的事情 瓶子觉得他可能是现在最好的切入点 所以在医护从士魂界回来后 瓶子为了说服医护加入自己 落地到了医护的学校中 他在黑板上静向的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也是为了瓶子能力做了铺垫 让医护加入自己 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让医护知晓目前的处境 所以瓶子一上来就亮出了自己的身份 当然医护最开始对瓶子并没有太大兴趣 不过瓶子不会就这样轻易放弃 可能是因为在医护身上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假面的症状会慢慢将医护吞噬 不仅如此 身边的人也会遭到牵连 最终所有人都会因为假面而吞噬 所以瓶子也并不想看到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不过医护一直处于封闭状态 不想要过多涉及虚化的事情 而把瓶子拒之门外让瓶子也很头疼 但是说起瓶来的转机 时任格里姆乔夜晚突袭了医护 以及来到县水的护庭13队小组 虽然几位死的人都成功击杀了敌人 而医护却被格里姆乔虐了半个小时 这种力量的差距是无法想象的 想要赢得胜利控制虚化是必然的道路 在被迫的情况下 医护终于来找到了瓶子 对于如何让医护控制虚化 瓶子熟练的开始着一步一步的流程 每一个假面军团的人员都要与医护去对战 可能这样的流程 瓶子他已经走过了很多次 每一次都会在可能失去同伴中做着挣扎 三分靠天 七分靠人 能不能撑过血 还是要靠自己 医护最终学会了虚化 但是虚化的时间还是相当有限 瓶子也知道 崩利的觉醒慢慢临近 所以需要做好万分准备才能应战 修炼也要加紧速度 不过敌人的动作总是意想不到 徐轩又派出了破灭来到现实 瓶子并没有阻拦一户 而让他前往战场 他其实知道医护去了也改变不了什么 但是实战是修炼最快的捷径 而自己也做好了踏上战场的准备 等来到战场时 医护已经遍体人伤 不过没想到的是 死神洛奇亚也在这里 瓶子也就随口嘴炮了一句 虽然很讨厌插手死神的战斗 但是自己也不能做事不管 无所谓的性格让格林乔火大 也让人很快开始的缠斗 对于瓶子的虚化 本就一只手处于弱势的格林乔 更是没有了反手之力 瓶子竟然还放出了虚闪 幸亏格林乔在危机时刻也放出虚闪 让自己的受伤情况降至最低 在想要再次攻击时 第四十人沃尔潮拉将格林乔带了回去 以格林乔带回去的还有井上之机 所以事情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按照医护的性格 必定会前往虚圈 拯救井上 而这可能就会成为决阵的导火索 瓶子知道是时候开始作战准备了 也是时候与老同学见一见 瓶子与店长再次相见 店长说 与估计的没差错 其实就是大错特错 原本决战在冬季根本不可能 所以战斗要开始了 因为医护入侵虚圈 莱恩的下一步计划也开始了 一切按照预想的一样 演变到了最坏的结局 护听十三队 在尾空作丁与莱恩整个的决战 而瓶子率领的假命军团 也是时候出发了 队长们与莱恩率领的持人 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战斗 有阴有伤 而渐渐的 莱恩已经等不及了 在续宣又一次派出援兵时 就在这时候 瓶子率领假命军团 以最高调的方式出现了 不过来的时候有多帅气 去的时候就有多狼狈 因为伪心是设下了强力的结界 如果不是缺不在门口瞎转的 瓶子他们早就到了 百年之间的恩允 即将要画上句号 这已经不再是护听十三队 与莱恩之间的战斗 就像是瓶子 来到总的长面前说的一样 队长问瓶子是来复仇的吗 而瓶子说 只是为了找莱恩 你这边无所谓 队长问到瓶子 现在可以视你们为友吗 瓶子依然的回答到不可以 我并不是你们的同伴 但是是莱恩的宿敌 要说有 只能说我们是一户的同伴 大瓶像海浪一样喷涌而出 下面这一团个性神通 大瓶一直不慎的被消灭掉 而瓶子直接来到了男人面前 瓶子的攻击让东仙挡了下来 而东仙想要再次攻击时 博村出现了 博村在众多死神面前 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他将助瓶子以一臂之力 这搞得瓶子也还有点害羞 届时 贾能军团与十三队 开始了融合作战 而瓶子想要接近男人 也是非常困难 跨过的第一个东仙 后面还有被赢 随着战斗的进行 时日们也被陆续击败 而男人也不想再这么耗下去 所以百年前的账 今天就要好好算一下 对于瓶子来说 在被瓶子设计 赶到现实那一刻 瓶子只要存在于失魂的这一天 他就会更加痛恨男人一天 死神的生命和工作 无时无刻与死亡打的交道 可能上一秒说着话 下一秒就会葬身此地 大家心里都很明白 只是不说透 见证着身边的死亡 感受着身边的死亡 这对于他们来说 会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们也从不虚度光阴 并且相互团结 但是男人将他们的生命 就这样轻易撕碎 对于背信弃义 瓶子他们看得很淡 但是残害同僚 这是无法原谅的 不过按照瓶子对男人的了解 目前是不能轻易出手 如果直接冲上去 可能当场丧命 而男人说 二话不说地冲过来 还是深思熟虑地冲过来 还是站在那里 结局都是一样 都是要丧命的 在这里面最了解男人的 及时瓶子 瓶子知道这是挑拨 但是其他人没有这般意识 或者说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面对着眼前敌人的嘲讽 日识里冲了出去 被旁边的银直接捅穿 瓶子立马赶了过去 按照目前的伤势 轨道已经无法救治 瓶子想起了井上之机 井上的能力能够治疗他 所以失态地 呼喊着一户的名字 期待一户赶紧回来 一户回来 井上也就回来了 而期待让一户回来的 也有着另外的原因 日识里对瓶子来说 算是死神中最好的伙伴 也是在瓶子重新回归队长后 还时不时与一识里 通一通电话 将日识里打残 并且多次提到 百年前的事情 男人的每一个行为 都是在从瓶子的底线上 反复横跳 两人终于迎来了这场 等待已久的战斗 命运的时钟再次响起 宿命的对决 也即将开始 对于这位前队长 男人表示敬意 还是拔出了刀 瓶子表明了自己的优势 烂的斩破刀能力 瓶子已经知晓 而自己的斩破刀 对方一无所知 能够完全支配神经的 也并不只有进化水 瓶子使用自己的斩破刀 倒下吧 逆 这位瓶子在动画中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使用自己的斩破刀 刀柄附加了一支圆环 可以让斩破刀进行旋转 而其能力也是百分百 控制他人的神经 让对手在视觉中 看到一切都是颠倒的 包括上下 左右 前后 以及受伤的位置 也会颠倒 虽然瓶子使用斩破刀 有伤到懒人 但是想要仅靠视觉支配 是无法击败五感的支配 不过这把刀是一把好刀 而目前瓶子可能 只能做到颠倒视觉 在后面可以颠倒听觉 甚至可以颠倒温感 而在这时 一户冲了出来 将一户献献送回来 是有理由的 因为一户是没见过 懒人师姐的人 所以瓶子 以及假面军团 以及护听十三队 将全力保护一户 以后说这怎么能行 大家都已经遍体鳞伤 而瓶子说 想要靠自己才是乱来 因为你只会去送死 现在的战斗 并不只是单方面的了 只有配合才能获取胜免 咽下这口气 所以这是全员战斗 虽然井上没有回来 但是一同回来的 还有某只花队长 瓶子也对这势力放了心 中人与蓝人展开了 包围式的攻击 但是蓝人的实力 远超于他们的想象 不知在什么时候 已经使用净花水月 把自己与初森调换 这使得东侍郎的愤怒 冲锋了头脑 话说有没有想看 东侍郎的任务之 点赞如果超过5000 就安排一下 日分古东侍郎 蓝人将一众队长 以及瓶子直接击伤 瓶子也就这样 在这里倒下了 不过最终经过一户 电当以及众人的努力 蓝人也终于被封印 而也幸亏某只花队长的治疗 前面军团圈员出了日式力之外 也并没有太大的伤势 而瓶子发自内心的 感谢了某只花的治疗 蓝人军团圈13队 回到了久违的禁连田 进行疗伤 而13队在这时 也开始了新体制的改革 隐私损失三位队长 这样居住在禁连田的人 非常不安 所以46市准备 赶快选择新的队长上任 而被蓝人算计的瓶子他们 变成了首选 但是他们回来 一定会惹来很多人的不满 也有人觉得 不宜让应有虚智力的人 担任队长 尤其是我们的 大千田副队长 叫嚣的声音也是最大的 所以回归的队长们 也是尽量在避免 再次使用虚化的能力 瓶子也专门去找到了除森 对于除森来说 蓝人在他心里 一直是非常尊重的 不仅是除森 蓝人善于掌握人心 现在的五分队队势力 依然有像除森这样 还在称蓝人为蓝人队长的人 瓶子将自己 扇任五分队队长的事情 告诉了除森 除森却感觉自己 已经没有了容身之地 瓶子也说 专门过来表达的意思就是 为你而保留的属于你的位置 除森也对瓶子的话 非常感触 决定尽心尽力 做好自己的职责所在 毕竟最怕的就是 一个不正经的男人 对你正经 蓝人队伍队有功 有过 不过瓶子相信自己的能力 能够让五分队 再次重振雄威 不过唯一不高兴的可能就 也就是日式礼了 因为一直痛恨死神的他 觉得瓶子这属于背叛 最终日式礼 还是理解瓶子的 就这样 过了17个月 一户遇到了危险 除了在死神带里 银沉空无找到了一户 殿长带着刀来到精灵亭 组队长下令 让所有人助灵鸭 帮助一户 取回死神之力 瓶子当然也义不容辞 就在一切都慢慢变好时 巨大的危机来临 灭气师突然突袭了精灵亭 并且杀害了总队长的亲信 却不唱死狼 在十二番队的报告中得知 他们是灭气师 总队长非常愤怒 并且下令让群员做好战斗准备 没过多久 尤卡巴和率领新手的师团 来到十魂界 在没有任何战斗信息的情况下 护庭师战队 背面却是完全碾压 总队长壮烈牺牲 最终今天前的状况是惨败的 明番队更是来到十魂界 要重建护庭师战队 瓶子见到了九位的前前十二番队队长 野州同生 不过和他的印象中 好像有点不一样 这次的战斗结果是 所有人的疏忽 队长们更是逃不了责任 所以所有人开始了加紧修炼 以防敌军再次来袭 瓶子亦是如此 他的斩破刀逆斧 是一个很爱说谎话的刀 需要在众多谎话中 去寻找他的真话 所以驯服逆斧 也费了很大的劲 一般来说 也不会去招惹他 而这次 瓶子要和他好好聊聊了 果然有哈巴赫 再次突袭了十魂界 瓶子和我分队 全员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可能是自身的性格 又或者自己的资历 瓶子从来不会去邀功 也不会去当做什么英雄人物 只要能够达成胜利 不管用什么样子的手段都可以 所以多对单的战斗方式 肯定是再好不过的了 瓶子与波村 对上了新式的骑士团的小邦比 瓶子再次使用了自己的斩破刀 逆斧 经过之前的修理 这次并不只是单单的视觉支配 就连听觉也能够支配 能让听到自己的话都变成反着的 也经过店长的帮助 对掌门的万劫成功被夺回 对于这种强悍的敌人 使用万劫可能是打倒他们最快的方法 瓶子可能在这儿时也本想乱解 但是没想到与哈巴赫基于了骑士团们 使用完胜体的权限 瓶子被另一位骑士团成员直接击伤 幸亏博顺的救援 也幸亏出身的治疗 瓶子再次回到战场 而这十战场上已经开始了激斗 尤其是哥们剑巴 与骑士团围的战斗 更为是天翻地覆 虽然最终剑巴获得胜利 但是自己也虚弱万分 而这时候 剑巴就像是那只大龙 把他在这个时候打败 那必然会气势连连增长 所以瓶子开始在战场上 召集剩下的队使 去帮助剑巴 大千田也在其中 瓶子两次救下大千田 让大千田直接变成了瓶子的死忠粉 当然练次在调侃他 之前还非常的叫嚣 在接到所有队长副队长 放下现在的战斗 紧急集合的命令后 一同来到12号队的研究室 根据店长的说明 他们要准备闯入灵王宫 直接与占领灵王宫的 有哈巴赫最终决战 决战就此开始 有哈巴赫的四名亲卫队非常强悍 但是队长们也在奋力抵抗 经过一户一众人的努力 有哈巴赫最终成功被击败 这场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 也到此结束 而瓶子的故事还在继续 决战过去半年 所有人都在做着战后重建的工作 贵族的争斗 从这时开始了 瓶子无意间感觉到了 游婚街成尔格里姆桥的灵压 在去往游婚街时 碰到了五大贵族之一的 刚没带失贪的仆人陈娟燕尼 陈娟燕尼向瓶子透露 他将作为三界新的王 这让瓶子发起了警戒 俩人一同前往游婚街 发现了格里姆桥 与卢比在此战斗 即时三方混战开始 陈娟燕尼也释放了自己的斩破刀 四四几四八 这是刀神王月在昏黄殿中藏匿的刀 被陈娟燕尼偷取 最终 陈娟燕尼收到了刚没带失贪的命令 进行撤退 而瓶子被总队长金泽春水招来到了制波宅邸 在制波宅邸 不仅只有死者 还有破灭 灭血石 以及完献术者 他们将组成联军 一同讨伐存在于教股宫殿中的刚迷在石滩 来到教股后 产权燕尼使用斩破刀释放的无穷劲 繁殖的须 瓶子让众人先行 自己留下对抗这杀不尽的须 瓶子的能力也在这时全部展现 逆斧进行的万解 逆样 野霸宝色 其能力是全部逆反 除了自己以外 能够将所有事物 不分敌我的全数颠倒 就连同伴也是一样 所以瓶子的万解不可轻易释放 这不适用于旁边有同伴 或者一对一的情况 在发动万解的时候 自己会站在巨大的夫子花上 而刀的形状也进行了变换 这绝对是一把非常强悍的刀 解决完这无限繁殖的虚后 瓶子来到宫殿 刚迷在石滩的刀 是可以模仿见过任意一种斩破刀 甚至可以使用出净花水月 瓶子用逆斧的能力 让这伪净花水月 对修兵无效 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而最后 刚迷在石滩被众人成功击败 瓶子也返回到了金灵亭 继续他五分队队长的职位所在 瓶子真子的故事 到这也大概结束了 他可能在战场上 不是那个最耀眼的 但是身为一个队长 或者是领导者 他绝对是最合格的 身为队长 他会给予自己的经验 能够在最快时间分辨是非 也会对下属无畏不知的关怀 以及教导 且在失去很多色彩亚的方向 都相当迷茫时 瓶子给予了他们很大的鼓励 也是因为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生命以及同伴 会看得比其他人更为重要 因为他曾经失去过 而现在 他的一切又重新回来了 这会使得他更加珍惜这一切 这 就是瓶子真子 好了 我是何欣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不妨顶个关注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